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10日星期六大年初一 祝各位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講講有關不少市民希望能夠新一年月底的財政預算案 能夠派消費券 聲音都越來越大 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投注箱 善信希望政府派消費券振興周末經濟 另外有一位孝心的孫女是為新病的爺爺祈福 連三十晚大批市民到黃大仙等候上頭住鄉 善信除了有中老年人也不乏年輕人的身影 有孝孫排隊為入院的爺爺祈福 排得頭位的善信表示現在經濟不好 說周末市面蕭條擔症 希望政府派具有針對性消費券刺激經濟 話說排頭位的關先生從事飲食業 已經連續二十多年排隊搶頭住坑 昨天下午12點已經來排隊 他表示高興不需要再戴口罩入場 今年的願望是身體健康 不要再有疫情 他就說現在經濟不好 就說很多人去了第二道消費 周六日的市面都很蕭條 很安靜 不像在疫情之前的香港 希望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宣佈派有 具針對性的消費券促進市道 就說不如只是周五六可以用 留多些人在香港消費 習慣一個模式 另外也有初次排頭住坑的鄧小姐和朋友 昨天下午兩點已經來排隊 他表示八十多歲的爺爺日前因為胃出血入院 所以昨天即使不食團連飯 也來到黃大仙為爺爺祈福 希望他早日康復身體健康 同行的朋友謝小姐就表示 希望新一年是學業進步 一家人身體健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看來大家的共同願望都是身體健康 也希望疫情不要再出現 當中有排隊排頭住鄉的市民認為 現在經濟不好市道蕭條 政府應該要派有巨針對性的消費券 例如只有星期六日才准用的消費券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首先派還是不派現在都未知 以往財爺通常在這一陣子年初一二三就會有些風聲 今年沒有 看來這個月底的財政預算案 有關利民紓困方面 大家還要再努力多些 因為我們都說過 若然一旦斷攬 不再派消費券 或者現金分享 看來以後都未必會再派 但是今年的情況 經濟真的特別差 若然今年真的斷攬 不派消費券 不派錢 經濟和市道 只會繼續蕭條下去 在現在的關鍵時間 實在應該派錢 扶持香港經濟 你派不到一萬 你也派八千 只要八千元分兩次 每次四千 另外最好就不要太多限制 直接派 用以往的方法 就是百勒通也好 大家方便用 另外那些消費券限制 只能夠用於香港 其實對香港的零售也很大幫助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尤其是這段時間 民意都相當重要 希望才爺能夠留意到 千萬不要派錢斷攬 另外也說說夏衛伊繼續出現 厲害成為了不少市民關注的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踏入紫時 善信在黃大仙上香 黃夏衛承諾 明年見就說不走 報導的內文提到 上頭注香奇縣來年安康 不少善信在年三十晚到黃大仙參拜 和上頭注香 廟外入夜過後越來越多人 踏入農年之前 有頭注香KOL之稱 藝人黃夏衛 以一身小農女等待紫時 上頭注香 踏入紫時 至晚上11點 農年來臨 一眾善信誠心上香 廟內香火鼎盛 人氣沸騰 黃夏衛亦是首批上香的線訊 事隔一年 重返黃大仙上頭注香 大批市民見到他的身影過後 都心感興奮 除了不斷高叫他的名字外 也排隊請求合照 直到11點半落微雨 人群才逐漸散去 成功上香 夏衛依表示感到開心和興奮 又說上香期間秩序良好 亦遇到不少好朋友 為了獲得黃大仙的保佑 他承諾明年會繼續上頭注香 就說要回來的 我不走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夏衛依昨晚繼續成為熱話 頭注香KOL 他承諾明年會繼續上頭注香 希望夏衛依身體健康 當中亦有不少朋友找他拍照 他都說不離開了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葵聰商場有個猥蝕男子 疑似向女子作不額的行為 第二天遭到拘捕 報導的難民提到 話說葵聰分區在2月8日下午接獲報案 說懷疑一名男子在葵方路一個商場裡的遊樂場 向一名女子作出不雅行為 其後逃走 警方深入調查過後 日前2月9日在葵方村 抓了一個25歲姓黃的本地男子 涉嫌作出有違功德行為 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天網灰灰一街都是閉路電視 男子對女子作出不雅行為 最終被捕案件調查中 另外也講講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結婚花車為例停泊酒店門口 照樣遭到警員抄牌 網友嘲諷就是另類賀禮 報導的難民提到 雖然結婚是人生大事 但也要守法 最近有網友分享照片 顯示有一輛結婚的花車 泊在酒店門口 由於沒有人看守 所以遭到警員抄牌 抱怨人家好日子 不算太阻街 但也被人抄牌 認為警員不近人情 而其他網民紛紛留言指 賀一賀一對新人 人不到禮都要到 也說結婚大了 不想抄牌 交給酒店代客拍車 也說320元而已 別人結婚了 你拖走別人的車就說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結婚也被人抄牌 找酒店代客拍車 新年這幾天 據報會卓程處理為例拍車 不過不一定 各位司機大哥多加留意 還是那句 盡力而為 若然沒有車位也沒辦法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美斯的風波 話說這位曾經帶著兒子 土工道的球迷說 退錢退得太遲 如果要再買票看美斯 的話只有一個可能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相關的美斯風波 持續發酵 早前有個人帶著兒子 去到主辦方 和上街 舉標語土工道的球迷表示 就說退錢退一半 就說退錢退一半 是很開始 但事隔五天才行動 實在太遲了 並說下次不會再買票 入場看美斯 他就說除非是美斯本人邀請我 再叫我在他的球衣上簽名 或者我會重新成為他的粉絲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退錢退一半 絕大的球迷都接受 不過這位曾經上街 舉標語抗議 那位球迷就不多接受 這位日前 舉標語爭取 討回公道的球迷就不收火 就說 若然要美斯 即得到他的原諒 就是說 首先要親自由美斯本人邀請他 再在球衣上簽名 他才會考慮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